大道路,福德街,林口街,整個區塊,整個規劃一個開發區,就可以了,把容金增加,什麼問題就解決了,周邊的三萬個人口,所有的,周邊的那個移民就解決了,包括,包括那個,我們開發這個廣市,我們市政府,我們突發局,這個是,很草率啦, 周邊有三個里,應該說,把移民所移到這個遠村坪,那邊可以,周邊,活動錄機就設在我們廣市開發區,三個里的活動錄機就設在那裡,就可以了,把容金增加,居民活動空間,生活環境品質增加,你要把整個開發案能夠完成的話,這個是把林口街,跟大道路,福德街,整個區塊,整個開發出來,整個渡棍出來,把容金增加, 可以我們把建幣出來,可以我們把建幣把它縮小,容金增加,整個開發就完成,很完美的開發,交通問題,住宅問題,安全問題,什麼都解決了,我們突發局真的很草率, 這件事實在是要快,快就是,每個案子就是做破的,沒有個案子成案的,我們市長,一年多來所有的案子,每個案子真是很完美完成的,每個案子就是,就是,就是失敗的案子,希望市長好好的, 我們要三思,慢,慢慢解決我們居民的問題,像我們信義東沿線開發,東沿線要延伸,延伸為什麼我信義路上還是先住山而已,為什麼不能改成山山,當然是開發不成啦, 結運站,你看,一個結運站,R3,R4,我們現在是,我們現在是,R4是沒辦法,R3,怎麼一個出口呢,一個結運站一個出口, 不能兩個出口,哪一個結運站該一個出口的, 為什麼你把桌邊的問題找出來,是說,福德街也是山山,怎麼一起開發,換回來我方式被你拆了,換回來我換不到, 我三十平方式,換不到二十平方式,我居住,居住空間,當然是不願意聯合開發嘛, 你把通財檢討以後,再來,再來開發,這樣不是很好嗎, 市長一直逼著檢疫局局長說,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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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力,快出來,我們當然我們不同意啊,不能這樣子開發, 產生問題就出來,就說,啊,你們取笑了,你們,我們不是刁民,我們是希望,我們一個公平的那個待遇就好了, 謝謝,謝謝 好,那我們以上五位的那個意見,我們就先回應,那第一個有關土壤液化的部分,我們是不是先請公局的代表來說說明 公布局這邊做一個說明,剛才,孫先生有提到說,還有理長這邊,他有提到就是說,這個中央公布的土壤液化潛視圖裡面,這也是高液化潛視區,那要做什麼開發應該要考慮這件事,不過我想先說明一下,這個土壤液化潛視圖,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, 因為中央經濟部低調索,其實他公布,這個土壤液化潛視圖的時候就有說明過,這個液化潛視圖有分三個等級,就是低精度,中精度,還有高精度,那其實中央三月十四號公布的是一個低精度的一個液化潛視圖,表示說,他比較粗啦,比較粗略, 我們來看一下他分析的資料,他其實在整個大台北地區,大概在台北市他只用了一千一百八十九孔的專探資料,他就去分析了這樣子的一個液化潛視圖,那他的比例池大概是一比兩萬五千分之一,他意思是什麼,他圖上差一公分,在現場就差兩百五十公尺,所以剛才孫先生秀的那個圖,那廣池的位置在那個,幾乎是在紅色的區域的邊緣, 那個落差兩百五十公尺就會造成他是或不是,所以,像剛剛的簡報裡面提到說,我們在這個地方已經鑽探了二十孔來確認,他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土壤液化的所謂的必要條件之一,就是要有沙土層,所以基本上他現在鑽探的結果其實是高精度的一個液化潛視圖,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,其實我們更應該要相信我們鑽探的一個結果,我想這部分是, 我做在土壤液化土的這一部分的一個說明 我先講一下,我那個土,跟這個土是我一樣,就是這個土的放大,我沒有自己在畫土,對不起啦,我就是採用這個土,把它放大還是什麼,跟你用的是一樣,跟台北市政府給的是一樣,就寫著這個土 好,今天有幾個議題的部分,我們還是關注在地址的部分,上一次市長來了,就是跟大家報告地址專探出來以後,要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,所以剛剛里長也提到幾個問題,是有關於開發上面的部分,有幾位,兩位里長還有朋友們提到開發的問題, 我們接著會來開公聽會,會到這裡來開兩次的公聽會,那下一次來開公聽會的時候,就我們大家一起好好地討論這個開發的問題,但是今天里長跟我們長輩提到的,有關於開發,不管是量體,開放空間,公園,等等這個設計的部分,我們一樣今天都會把它帶回去, 下一次在公聽會的時候,我們就會好好來討論這個議題,那至於這個安全跟地址的部分,剛剛公務局的代表也先代表,說明一下這個土壤異化,中央地調所跟我們公務局未來會公布的部分,在精準度上面有些差距,那前面提到的破碎帶跟研盤的部分,剛剛也有做一些說明,那我們待會進一步的時候, 我們還可以繼續地跟各位來做討論,那我們接下來還有三位登記的部分,好,接下來,莊、聖、榮、莊先生。